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头条 二周一至周五更新 A四腰 是只比A四纸还要窄的小蛮腰 A四纸大家都熟 标准尺寸是长29.7厘米 宽21厘米 也就是说 腰的宽度要小于21厘米 才算是A四腰 堪称魔鬼身材的终极标准 从古至今 喜腰疯疼的女人最是性感 古代美女也要砍腰 检验标准有四字真经 细 瘦 鲜 柔 代表人物有汉代的赵飞燕 唐朝的小蛮胆 据说赵飞燕腰之纤细 身姿轻盈 被称为掌中轻 有一次跳舞的时候 差点被风刮走 小蛮就更不用说了 有白具以作师为证 扬流小蛮腰 为了锻造细腰 古人也是受尽折磨 春秋时期的楚灵王就有细腰癖 为了讨君王欢心 朝中大臣一天只吃一顿饭 勒紧裤腰带上朝 而宫女们为了受腰争宠 饿死都不后悔 欧洲人对细腰的追求更加疯狂 从门艺复兴时期开始 欧洲贵妇们以沙漏型身材为美 女孩们十四五岁 就整天扎着紧身胸衣束腰 只在晚上睡觉时才剪下来 就是为了得到蜜蜂一样的迷人洗腰 甚至有人因为胸衣太紧 差点窒息而死 直到现在 还有不少人在用受胸衣打造洗腰 美国的Jeffrey 38岁开始穿训练皮带减小腰围 穿上数身胸衣 她的腰围只有38厘米 也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 不过这种变态的受腰方式肯定会危害健康 轻得头晕昏迷 中的内脏被迫移位 肾脏受损等等 细腰是美 但细到极致 腰臀比例失调 也会有点恐怖吧 竖着的A四腰是腰 横着的A四腰 难道就不是腰了吗 继反省摸肚旗 锁骨放硬币 如下放笔之后 这次挑战的是A四腰 3月15日下午 马甲仙女王袁珊珊也来实力修腰了 袁珊珊分别从正面和背面 用A四纸修腰围 身材好的棒 照片发布后 网友纷纷留言称 马甲仙你有 A四腰你有 让我怎么活 还有网友表示 羡慕你 我是横着的A四 据网上报道 比A四纸还要窄的小蛮腰被称为A四腰 A四腰将成为衡量有误的终极标准 有一种说法 比A四纸还要窄的小蛮腰被称为A四腰 所以只要腰的宽度小于21公分 都可以称之为A四腰 而在微博上 不少美女辣妹都已经开始纷纷秀出自己的A四腰照片 也有网友对此表示不愤 女人何苦为男女人